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桥下 有大量洪水带来的这些建筑材料 然后物棍等等一些杂物 聚集在了河岸的这一侧 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琉璃河镇 琉璃河的湿地公园 看到这些房子现在已经被洪水淹到了一半的位置 水中还有这些路牌和路标 鲜璃河镇 小鲜河镇 小鲜河镇 杓室之大 为了探索